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以妃嫔之身 敢于朝政 太后 哀家问她呢 你慌张什么 差一嘴 梅姐姐好可爱呀 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 可是臣妾 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 哀家准你自己说 追风太妃一事 你有多少赞义其中 这里太后是真生甄嬛器了吗 倒不能这么说 如果太后真的十分介意 甄嬛肝症的事 认为她不可留 就会从皇上那边入手 而不会叫来甄嬛巴巴说一通了 太后今天的行为 名为斥责 实为试探和提点 太后之所以会见甄嬛 之所以愿意给她剖白解释的机会 是因为甄嬛提议追风 和复卫华妃对大局是有益的 但有益归有益 说到底 甄嬛的行为也是不合规矩 甚至是有风险的 谁知道甄嬛在这件事上 是否有私心呢 即便在这件事上没有 但若甄嬛习惯了干预政事 谁又能保证 她以后不会做出有私心的事呢 所以太后今天的目的有二 一是了解甄嬛这么做的目的 二是敲打警告一番甄嬛 你的言行我都看在眼里 以后不要想着耍小聪明 太后明鉴 臣妾再年轻不懂事 也知道后宫不得干政 皇上是圣明之君 这封太妃之事 心中早有决断 其实臣妾可以左右 臣妾愚昧 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 才敢略说一二句话 若说朝政 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甄嬛还是很聪明的 首先表明 这件事的决定者始终是皇上 自己没有能力左右皇上的想法 其次表明自己不是主观故意的 我以为这是后宫的事 才敢插手 若换作旁的前朝的事 我绝对不敢智慧 让自己从故意变为了无知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 你敢说 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 追封的事不只有敦亲王受益 你提议追封先帝所有嫔妃的事 会不会也是为了别人 或者你是否想借此事 赢得在皇上那边的话语权 日后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若说是没有私心 太后未被回信 于是正方便说出了所谓私心 但说的是太后不会在意的私心 这私心不能是对年家的敌意 而是一个身为后宫嫔妃最基本的需求 我会不会在意的私心里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